今天下午由河南省文化厅重点打造的大型原创历史玉剧《玄奘》将在台湾高雄的佛光山进行首场演出 昨晚玄奘剧组进行了首次的排练 演出都有哪些看点呢 我们来看记者从高雄佛光山发回的报道 这里是台湾高雄佛光山的大学堂 在我身后呢 玄奘剧组正在进行紧张的排练 和我们之前的近况舞台不一样啊 大学堂的舞台它是采用360度的圆形设计 那么为了最大化的利用好舞台 完美的呈现呢 玄奘剧组对剧中人物的出场方式和节奏都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我这个台影是搭出来的 而且又没有这个边缘条 很像我们传统系的出将录像 我们必须按照这个现实的剧场条件 调整我们的整个演出的一种表现方式 一通出场 入场的一种顺序和路线 我们再一个 因为来台湾演出 字幕都被改成环体字 来吸引台湾观众的需求 据了解 玉剧玄奘共分为七场 讲述了玄奘独自一人 经历千难万险 亲历西域110国 最终取回真经的故事 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 玄奘大使写出了《大唐西域记》 这不仅是佛教重要著作 也是圣唐时期文化交流史记 同时在取经路上 他还把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到丝绸之路沿途各国 我觉得像他的百折不挠 所以久死而不悔这种奋斗精神 另外那种开放精神 勇于向国外学习 开放包容的精神 另外一个就是他 报效祖国的这种强烈的爱国心 爱国精神 我觉得这些精神呢 在我们现在来看呢 都需要弘扬 都需要我们现代人值的我们学习 河南玉剧呢 以及河南的观众呢 跟佛光山跟高雄 有非常深厚的一个因缘 除了我们的刊物乔达摩 发行十万本之外 在高雄的一些公车站 也有这样子一个宣传 甚至我们今天也把这样的讯息 铺上了国际的一个网络 那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够看到 我们来自河南玉剧团全壮大使 那目前的票呢 已经都已经额满了 那现在手票已经 都已经那个一票难求 该剧将于6月6号 7号和10号 在高雄佛光山和嘉义南华大学 进行演出 河南台记者 台湾高雄报道